文化部续办台德文学交流计划 三位台湾知名文学作家贺锦斌 钟文英 郝玉祥 受邀在德国驻村一个月 并在莱比锡书展朗读作品 向观众介绍来自岛屿的美丽文学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直接交流 引起德方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兴趣 应文化部台德文学交流计划 到德国柏林驻村一个月的 三位台湾知名文学作家贺锦斌 钟文英 郝玉祥 前往参观象征人权 转型正义的柏林围墙遗址 期许在文学创作上有更多的启发 驻村期间 三位文学家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 来到莱比锡书展的国际论坛 为德国书友进行朗读 三位作家各自以中文 朗读自己作品的篇章 然后由德国主持人朗读德文艺文 这次以听见那岛为主题 三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各自精彩 也呈现不同面向的台湾风貌 我觉得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好像是一个故乡 但又不是故乡 很多人在那里来来去移动着 每个人都怀抱着一个梦想 然后一个希望 然后在移动之中去追寻 台湾吸引了所有冒险家 所有想要来这边耕耘的一个新的 各自各样的移民 所以我就做一个海岛的指名 它注定是移动的 因为岛被海洋给环绕 所以它注定听到海洋的召唤 它注定来来去去 就像我从小就希望可以去看世界 所以所谓的全球化 事实上在台湾 它是年轻人的梦想 但是事实上我自己认为 全球化的经验里头 一定要有本土化的声音跟云 但我觉得台湾并不具有那么大的自信 属性我们有文学 可以把一个岛屿的历史 跟深度给写下来 台湾文学很少有德文翻译 因此出版的台湾文学作品 发行量能见度也都不高 这次三位作家的作品 以揭露的方式翻译成德文意见小册 希望能够引起德国文学界的兴趣 进而促成台湾文学 以翻译的方式进入德国 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平台之一 这次台德文学交流计划将进行三年 也希望能正式促成更多的翻译合作 让台德透过文学搭起一座桥梁 进一步探访彼此的文化风貌 台湾文官电视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导